交通部原民会与主计总处日前召开会议 沿山原民部落道路养护计划 拟以由行政院编列预算 拨有原民会专款专用 而未来部落道路的交通安全 也会有固定预算来执行 部落道路能够在专款专用下更安全 1000公里的原住民部落道路 始终没有养护经费 但是在往后行政院沿泥 编列预算 拨由原民会专款专用 对部落在道路维护上 有更快速的养护经费 那么今天我是希望 我们花林县政府能够确实的盘点 各个乡镇的乡道 原住民乡道到底是有多长 原因是在哪里 原因是所有的盘点出来的资料的道路的长度 是未来分配资源重要的一个来源 所以这个对我们原乡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长期以来部落道路因为地处偏远 在维护道路上的预算 以及经费 都有所排挤效应 专款专用的条例编列之后 能够减少村落在预算上争取的困难度 月媒村长也乐见此条例的通过 打骂到这就好了啊 所以每次工作的时候这边都不好走 对对对都不好走 大概有多久 很久哦 这个一定是非常好的 这个政策 这个道路的部分 像我们一般我们在部落里面的道路 每次跟上面防疫公所 新政府反应 然后一直都没有办法执行 如果是有了这个严民会的政策的话 所以我们部落会有相当的帮助 如果直接我们充满公司直接 就是提案给严民处理 新政府来报告来执行来做的话 这样更好 部落同情 同学 旧一 都仰赖道路建设的支持 原住民部落道路的专款专用 道路改善计划 补助原乡地区改善特色道路 才能够为部落产业交通命脉 以及提升原乡道路品质 促进经济产业发展 记者林杰 寿风香 采访报导 刘起飞学器